江华付出已经好几年了,成绩非常不尽如人意啊,直播带货没什么大收入,偶尔还需要老婆孩子出镜带带数据。 不过江华今年62岁了,但身材管理满分,在颜值上完美动力。 江华原名陈木华,原生家庭造就了他冲动的性格。 江华生于1962年,24岁时加入亚氏艺人培训班,他在亚氏演了很多句。 最红的是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银湖》,30出头的江华英俊潇洒,风流倜傥,可辟可帅。 年轻时的他,有翻版刘德华的称号,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江华比刘德华更帅。 1984年,江华参加TVB歌唱新秀比赛,不管是唱歌能力还是出众的形象,都决定了他是当年夺冠的大热人选。 只可惜,那一年参赛的选手里,有一位叫张卫健的。 江华在决赛前听说张卫健是张国荣的亲戚,觉得冠军已经被内定,故选择了退赛。 事实上,张卫健只是得到了张国荣的赏识才来参赛,并没有内定冠军这一说法。 江华因为这个舞会,错失了出道成名的机会,两年后参加亚氏培训班,开始走演员的道路。 1990年,江华凭借电影《但愿人长久》更是荣获了金像奖最佳新人演员的殊荣。 1996年,江华又被TVB看中,并顺利签入麾下。 TVB对江华挺重视的,刚签下就让他与当家花旦观用和主演描催花并打爆。 之后,江华又在《西游记2》中饰演唐三藏,在《金玉满堂》中饰演乾隆,这都是TVB的重头戏。 因为饰演过几次君王,江华还获得了TVB御用皇帝的称号。 人到中年,江华开始尝试各种反态,比如《碧雪剑》里的《金蛇狼军》,《寻秦记》里的《烙爱》。 无论是郑氏鞋,江华都能精准拿捏角色,因此江华退圈多年,依旧有无数观众对他念念不忘。 也是通过了这部电影,认识了演唱主题曲的麦杰文,两人因此相恋。 麦杰文在1977年参加港姐选美,同届选手是非常出名的朱玲玲,当初她成功晋级15强,可惜最后因身体原因退赛。 后来,她才解释退赛的原因,参加选美是妈妈的主意,她自己不感兴趣,也不喜欢在大家面前穿泳装,于是退赛去做了几年会计。 79年,刚学唱歌几个月的她参加了TVB的业余歌唱比赛,一不小心拿了冠军,没过多久发布首张专辑《前世莫追究》,算是正式进入娱乐圈。 90年代,麦杰文搭档周润发出演电影《灵气逼人》,还现唱主题曲《夜夜痴缠》。 据说,每当DJ放这首歌时,总会看到有黑影飘过或是电灯闪烁。 不少观众也投诉,一听这首歌就容易被鬼压闯。 后来这首歌直接被封禁,据悉是一位DJ在播放时听到有一七粒女生,一边哭一边唱,时候工作人员重听录音带,依旧能听到七粒女生。 虽然后来,麦杰文成为了江华的妻子,但中间也曾经经历过分手,毕竟麦杰文比江华大八岁,而江华那时候的事业才刚刚起步。 分手期间,江华和昔日亚氏当红花旦万气文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。 面对年轻貌美,事业还比自己强的对手,麦杰文选择主动出击,和江华重新复合。 两人在1992年结了婚,携手走进婚姻殿堂。 江华事业持续蒸蒸日上,麦杰文随即选择了淡出娱乐圈,专注于照顾家庭。 就在麦杰文二太运气期间,江华就闹出了出轨丑闻。 1995年,江华和邓翠文合作亚氏经典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, 沈家豪和姚小蝶赚足了观众好感,戏外两人竟然假戏斟作动了烦心。 私下里被狗仔跟拍到约会逛街,甚至还疑似同居的照片。 要想知道,当时江华已经结婚,而他的妻子还怀着二胎,这样的出轨丑闻放在今天这个舆论环境,也是要被封杀的程度的呀。 然而,江华后续的一系列行为,也被外界狠狠地扣上了渣男标签。 两个女人的大战也一触即发。 邓翠文控诉麦杰文多次电话骚扰,麦杰文立即带着老公上节目宣告自己的正派地位,按指示对方主动聊江华,只是求爱不遂罢了。 面对出轨丑闻,江华选择了回到妻子怀抱,和麦杰文一起开发布会声讨邓翠文,直指示对方先勾引的人夫,大骂她是狐狸精。 即便一个巴掌拍不响,但舆论几乎把邓翠文推到了绝境,公司直接把她血藏不再接工作。 直到2004年,邓翠文作为替补演员出演金之玉孽,事业才重新翻身。 2009年,邓翠文上节目至云饭局时,回忆了当年的那段绯闻,称自己是真心爱着那个男人,还输出了第三者的经典论调, 她跟别人在一起都不开心,跟我在一起才最开心。 江华前几年接受采访时竟然说,自己当初是真心爱着邓翠文的,100%的爱。 因此,退圈多年,早已没有热度的江华凭借此言论,再次上了一波热搜。 其实,在这段纠缠三角恋里,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,可谓是全员恶人,麦杰文能忍受自己的老公出轨,可见三观没有多争。 恋爱时劈腿,结婚时出轨,这是江华在感情上的经历。 工作上,似乎同行对江华的评价也不太好。 乌永威是和江华合作次数最多的女艺人,前后有过六次。 但是多年后,乌永威在节目中分享了一件往事,称当年合作的一个前辈在剧组耍大牌,经常迟到早退,动不动还闹失踪。 给出的前辈关键词是,亚实转到TVB喜欢模仿TVB五虎将之一其实就是害止模仿刘德华,很快大家就将这个人锁定为江华。 面对纷争,江华回应,我不玩这个游戏很久了。 于是,也有很多网友开始声讨乌永威,称她是恶意重伤。 但是搜索一下会发现,当年也有过江华在其他剧组耍大牌的新闻报道,乌永威的话并非空穴来风。 还有一件令人费解的事,江华和吕颂贤都曾是亚式的力捧小生,还合作了电视剧《还我今生》,也算是老搭档了。 但是去年网友在吕颂贤的社交平台问到了江华,却被吕颂贤以一句从来不联系,不认识给回应了。 2006年,江华被爆患抑郁症,大幅减少了自己的工作,算是从娱乐圈办隐退。 他曾说自己打算戴发修行,老拓和很支持。 2010年,开完正义搜查线之后,江华就彻底退圈了。 2015年,江华被爆出在卖保险,并有他参加培训的照片,但这份工作江华并没有坚持多久。 从2016年开始,很多问题就慢慢显现出来了。 以下这些都是江华资深粉丝整理的,校巴为大家提取一些重点。 2016年,江华在微博上卖所谓的钻石,销售手段比较委婉,连续发了半个月,但无人问津,于是作罢。 紧接着,江华开始接触一个直销公司,类似于张婷夫妇的销售模式。 江华自己卖产品,还致力于在粉丝中发展下线,但并没有多少粉丝搭理他。 这家公司因涉嫌违法,已经于2020年被依法处置了。 2018年开始,江华又在微博建立起付费粉丝群,想要加入的话,要交1100元的年费费用,还真有三四个粉丝愿意买单。 2019年,江华频繁在微博发文章并开启大赏,如果有粉丝给他打钱了,他就会在发微博一一进行感谢。 这个互联网算是被江华完明白了,当时就有网友给江华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外号,网络乞丐。 其实,江华做的这些,虽然吃向小家子气,且又难看了点,但也不算伤天害理的大事。 更过分地还在后面,江华的粉丝中,也有身家富裕的富婆,也加入了粉丝群。 在粉丝群里,江华时常会说一些甜言蜜语来哄富婆开心,言语暧昧,算是很高级的一种拿捏之道。 和粉丝建立联系后,江华还会开设所谓的跟妻子麦杰文学唱歌的活动,一五零零元一小时,其实就是一堆人去KTV,啥也学不到。 江华自己还开设心理辅导,三零零零元每小时。 该富婆粉丝对江华有种狂热的迷恋,一度还在微博上对麦杰文进行咒骂,就是希望自己能跟江华在一起。 虽然江华的这一系列操作有些难看,但也不算最大恶计。 曾说,宁愿饿死,也不要再进娱乐圈赚钱的江华,在2021年宣布服从。 江华先是和妻子麦杰文开了小型的音乐会,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直播带货之路。 港星带货并不稀奇,甚至是绝大多数过期港星的最佳选择,但是观众和消费者不少。 江华带货的产品是黄金,因为价格高昂,没有几个人买账,五个小时成交额只有三万多。 如今,江华开始在直播给粉丝唱歌,以张国荣的歌曲居多。 说起来,江华在1984年参加过歌唱比赛,还顺利进入到了前30名。 但不知他从哪里听到说,冠军已经内定,是张国荣的亲戚,于是布满黑幕粉而退赛。 江华退圈十年,一直没有稳定的事业和收入,于是便想方设法希望在粉丝身上榨取价值。 曾经宏极一时的TVB当家小声沦落至此,既可悲又尴尬。